中国媳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等候 莫让我痴痴地空等候 花下的地铃铃 我从来没忘记过 花下的誓言 我们永远永远不分手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不再爱我 你的痛就是我的痛 你的微笑就是我两体混了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要离开我 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你比谁都爱着我 爸爸 我爱你 佩玉 爸爸 我好想你 爸爸 我好爱你 爸爸亲亲 爸爸 爸爸不亲佩玉 爸爸不爱我 爸爸不爱我 我爱爸爸 我亲爸爸 你干什么 妈妈 妈妈 我也好爱你 我也爱你 我不是你妈 你这个疯婆子官 妈妈 你 你为什么 不要我 我很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妈妈 你滚开 佩芸 爸爸 你让我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佩芸她已经疯了 你又何必跟她计较呢 莉群你不觉得奇怪吗 佩云本来好好地住在夜雅华家 怎么突然跑到这里来了 难道她 我想 佩云她可能比已经更严重了 又或者 她还想着我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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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着你 我比谁都了解她 她心里只有夜雅华 佩云 你过了 妈妈 佩云 佩云 你这是干什么 佩云 来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是要试试 她到底是真风还是装风 妈妈 妈妈不要我了 爸爸 妈妈不要我了 佳大滚 佳大滚 佳大滚滚出去 我 我不要 我要跟爸爸妈妈住 爸爸 外面很黑好可怕 不要叫我出去 我不出去 我不要爸爸 好 好 都已经这么晚了 就让她住下吧 不行 你给我回 快出去 爸爸 救我 不要 黄彩 爸爸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这样拉扯佩云 万一害她跌倒了 受伤怎么办 她已经神志不清 你还跟她计较什么呢 你有没有搞错 我 你的新娘是我 不是她 你应该心疼的人是我 冯草薇你给我记住了 你最好对佩云客气一点 否则 你这个新娘也别想到了 我们都要结婚了 没想到 你还为了她跟我发脾气 你 佩云已经疯了 谁都认不得了 我只不过想让她 留下来住几天 你连这种企图都没有吗 你 你就是忘不了她 我们走 没用的东西 慕云为什么还没死 没用的东西 我现在就去把她杀了 你没有脑子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 你现在去一枪毙了她 谁都脱不了干系 慕云 你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就赶在我跟丽群耀结婚的时候来了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会让你有命进来 没命出去 佩云不见了 我各个房间有照片 就是没有佩云的行踪 我也屋里屋外找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她 这时候她会去哪儿呢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都怪我 我真是太大意了 我整夜守着她就好了 我不该回自己房里去的 佩云她神志不清又受了伤 万一再遇上危险怎么办 我得找她去 我们找村长他们帮忙 到附近林子 山坡上 溪水边 四处去找找 我想慕老师她不会走远的 我们现在马上去找吧 好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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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里看看 佩云 到上面看看去 佩云 有吗 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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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云 你怎么突然间跑回家了 好 回来就好 你什么都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的 陪云 你今天变成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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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半都是我的责任 我真的希望时空能够倒流 回到我们的大学时代 像小时候那么亲密 不管谁欺负你 你总是跑来找我 为你撑腰出气 因为你知道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 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你好好地休息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一直保护着你 你永远不是我的小公主 你永远不是我 hij像老公 爸爸 为了洗清你的冤屈 我再怎么危险 都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证据 妈妈 你死得好冤啊 你在天之灵 一定要保佑我早日找到证据 妈 我好想你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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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云 胡老七 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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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家公 那儿 过来过来 这边 这边啊 这边找找 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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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菜不错吧 是力群特地为你准备的 你好好吃啊 你放心好好吃 我不会笨蛋 今天就把你给堵死 你知道吗 再过几天 你的房间就是我和力群的洞房 告诉你吧 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爱上力群 黑云 你要祝福我们 来 喝一杯 来 干杯 说 敬我 敬 敬我 好 敬你敬我都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敬我和力群 白头偕老 多死多福 干杯 你 黑云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 我走了 白头偕老 好棒 好棒 你 你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我以前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能再装疯了 我要尽快找出证据 找不到 找不到 再怎么找都找不到 全村人 在附近的林子 溪水边 山坡上 甚至连木棉花树下 都找过了 没有发现 穆老师的踪影 连天洪伯父那里 我也去过了 伯父很担心 本来要一起来 我叫他别着急 等我们找到了 马上通知他 黑云 你到底在哪里 你到底在哪里 廖华 小爹 真是急死我了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大小姐到底到哪儿去了呢 村长伯 真是不好意思 为了配云一个人 麻烦大家 不好意思 别别别别 是啊村长伯 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明天再继续找 好 那我就跟大伙说 早点休息 好 沿路我们再找找看 如果有消息 马上来告诉你 别担心 妖华 大小姐 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你们早点休息吧 好 我走了啊 谢谢 谢谢啊 太阳 太阳 你到底在哪里 妖华 对不起 本来想跟你先说一声 但是我怕你们担心 更何况 我也只能先这样了 那些重要的东西 到底放在哪里 到底放在哪里 要是宿主吗 不是 你担心吗 支持你 一顿 你会来 你会来 这什么东西 一顿 我愿意不平安 那些东西 我愿意不平安 先别急 村长答应他们会继续帮忙留意 有消息立刻通知我们 慕老师不会凭空消失的 虽然昨天没有消息 也许他会像上次一样 自己又回来了呢 沛玥 沛玥 东西董事长 贺西董事长 这总是党和副总 白头偕老 好了好了 聪明 你到我家书房 去帮我拿上个礼拜的报表 站住 追 追 别跑 追 又回来 追蝴蝶 又站住 别跑 追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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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群会心疼你 我可不会 妈妈 莉群要我对你好一点 请 我今天就好好地 伺候你 追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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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 蝴蝶 你怎么来了 董事长叫我回来 给她取报表 副总 刚刚那个女人 她是谁啊 她是不是那个 那个 她是董事长 以前跟人私奔的 那个老婆 董事长让我帮忙照顾她 没想到 这个疯女人 疯了还跑得这么快 副总 可是我刚才好像看见 你对她 你一定是看错了 这种小事 你不会告诉董事长吧 不不不不 我绝对不会说的 你放心好了 我刚才呢 只是看见 你对她很关系 副总 你真的是辛苦 辛苦了 没错 是她 肯定是她 董事长 今天我又做了一件 英雄九尾的大好事 今天我帮我们董事长 回莫公关去取报表 结果 我看见我们副总 在折磨一个女的 我看见我们副总 我帮我们董事长 回莫公关去取报表 她呀 对那个女的是往死里打呀 她上去就 啪的一巴掌 把那个女的 打得是东倒西歪啊 哎 多亏啊 我去得及时 扶住了那个女 才让她暂时 脱离了我们副总的魔爪 然后呢 她就一溜烟地跑了 我当时啊 就想 我肯定是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 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刚才啊 我突然就想到了 那个女人啊 就是跟叶耀华一起出车祸的那个 疯婆子 你说什么 吃惊的 更吃惊的还在后头呢 我们副总还亲口告诉我 那个女人就是我们董事长 原来的太太 你说 佩云在墨家 说人命了 东伯 你怎么一提到那个佩云 你就那么激动啊 佩云现在真是在墨家 东伯 这么激动干嘛呢 好像这个佩云是你的女儿 嘿嘿 你可不要骗我 你可要告诉我 不要瞒我 更不要骗我 这个佩云 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 开什么玩笑 她怎么可能是我女儿呢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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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伯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原来你比我还有正义感 对 我 听到坏人欺负好人 你就激动成这个样子 好了 好了 咱们不谈这些了 我不是听你前几天说吗 这个 李群和采薇要结婚了 可是她前妻 怎么突然间出现在她家里 她是什么样子 都不 我呢 听下人说 说这个佩云呢 是自己跑回家里的 而且啊 疯得很厉害 她回到家里呢 就管我们董事长叫爸爸 把我们副总呢 当成了妈妈 哎呀 连我们副总打她 打得那么厉害 她还对她笑嘻嘻的 我看啊 她的脑筋啊 完全是生锈啊 连疼痛她都不清楚 啊 聪明啊 嗯 你说 咱们狭义之事 是不是应该济弱扶贫 声张正义 对啊 你今天英雄救美 干得好 是铁蒸蒸的男子汉 东伯呀 以你为荣 聪明啊 以后 你应该经常的墨家 去英雄救美 好好保护佩云 没问题 这件事情啊 就包在我身上了 你是什么 可是我这双铁 我这双铁那是 乱护上一顿 就又不见了 好好过 去看区厚 你冷静了 明明啊 她是迦啊 对 我接过得了 没有 你先去睡吧 小爹 杨华 杨华 我知道佩芸在哪里了 在哪儿 她在 她在墨里群甲 天哪 她怎么会跑到墨家去呢 今天聪明到墨家去 正撞见了 采薇在打佩芸 她 什么 采薇还打佩芸 不行 我一定要救佩芸出来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欺负佩芸 你让开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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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爹 不行 杨华自己一个人上墨家去 太危险了 你赶紧去找村长 叫他们陪着去 快 海水 赋 男资 女资 他 半天 手 不要 太 浩 婊 来 开门 莫莉群 开门 请你把佩玉还给我 开门 村长 她在那儿呢 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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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劝一句 太晚了 我们先回去吧 明天再来要人怎么样 不要 您甭管我 今晚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佩玉带走 你们先回去吧 没有见到佩玉 我今晚是不会走的 不行啊 妖华 不能这样 莫先生是我们村茶园的主人 万一得罪了他 不让我们中茶了 大家伙的生计都会有问题 回去吧 妖华 我们可惹不起莫先生了 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你们都知道 妖华一直在照顾着穆老师 现在我们确定 穆老师就在这屋里 而且他还受伤生病 需要人照顾他才行 所以妖华才这么担心 你们得体谅他才对啊 开门哪 开门 把穆老师还给我们 开门 莫玉群 你开门哪 开门 开门 开门哪 大师不好了 什么事儿 这么大呼小叫的 一点归气都没有 外头来了一大群人 说 说是要找穆佩玉 佩玉现在人呢 莫莉群 你开门哪 开门哪 开门哪 开门 难道 快 Katy 我应该把你带喉 假的 发生的那裡 乖 开门 脱离群青你开门 开门 门开了门开了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我要找穆佩玉 你们出去 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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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佩玉 爸爸剥水果给你吃 好 来佩玉 来 佩玉 佩玉 你在咋地啊 你看好佩玉 别让她乱跑 我出去应付她 佩玉自己吃水果啊 妈妈吃水果 吃水果 水果 太云 太云 干吗呀 干什么呀 我带你回去 太云 你们干什么呀 在人家家里大喊大叫的 快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你们再瞎胡闹 我已经报警了 不用这么多事 先生 先生 我知道 村长 莫先生 你带来这一群人 半夜到我家来吵闹 想造反啊 没没没 我这 是耀华他说 这个 莫里群 我知道佩云就在你这 她现在神志不清 而且还受了伤 所以 所以我求你 请你把她交给我 让我带回去照顾 真是可笑 甭说佩云不在我这里 就算佩云在我这里 我跟她曾经是夫妻 我照顾她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竟然要求我 把她交给你照顾 你 跟她又是什么关系 你不要管我无情 虽然你跟民群一起迷糊了 但是只要你一天会在这个世上 就一天给力群和我造成威胁 所以你费死不可 妈妈 妈妈 我们玩游戏吗 我拍拍手 我要拍拍手 拍拍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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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佩云需要专任照顾 她需要我的照顾 所以我求你 把她交给我 我说过了 佩云不在我这儿 我已经好些日子 没有见过她了 你说谎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说穆老师就在你家 我说佩云不在这儿 就不在这儿 村长 我把茶园交给你滚 你竟给我添乱 你到底要跟他们闹到什么时候 哥哥 我 杨广 莫先生已经说了 人不在这儿了 我们走吧 先回去吧 别再打扰莫先生了 走吧 走吧 不行 我一定要把佩云带回去 得了 走吧 不要让我们难堪了 走吧 佩云 要华 要华 佩云 干什么你 帮帮我走 佩云 你快出来啊 我带你回去好不好 佩云 你不要让我推草为难哪 走吧 佩云 要华你别闹我 出来啊 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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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云 走 佩云 要华 要华 快快快快 快走 快点 我就不信你今天死不了 妈 我爱佑云 我爱 我爱佑云 我看你们有多大 佩云 你今天死定了 我就不信你死不了 妈妈 过几天 我就跟你成结婚了 你还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免得破坏环礼群的婚姻 佩云 看在你我 是老朋友的份上 就叫你帮帮我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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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 小卫 胡小卫 你是干什么 你敢敢做这种事情 你敢敢做这种事情 你 小卫 你 小卫 你要不要紧 有没有事啊 我 疼啊 有血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我禁锁你 你要是再吃鸡药佩云的命 我饶不了你 如果佩云死了 我们的婚礼 立刻取消 那 要是有一天她清醒了 把你我的誓权抖了出来怎么办 要真有那么一天 佩云真的出卖了我 我也认了 你 牡蜜群 你无药可救了 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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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群爱的还是佩颖 李群爱的还是佩颖 你们知道李群她不爱我 但是我偏偏就是爱着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管董事长什么态度 只要你说一声 我愿意为你处理掉沐沛云 不 不用急 我想通了 等到我和李群结婚以后 再让她死 莫李群这么三分五次地对待你 你还执意要嫁给她 嫁给李群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我一定要达成我的心愿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要找佩云 我要把佩云带回来 放我出去 要华就委屈你一下 你都闹腾了一夜了 大家伙 怕你再到墨家去闹 这样会害了全村的人哪 所以啊 不得不先把你留在房里 要你先冷静冷静 你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 你说你说 要华 你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 小爹 麻烦你跟村长说一声 把门打开 让我出去 我要把安佩云带回来 要华 莫李群既然死咬着说 穆老师不在他家 你跟他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不如你先休息休息 等东伯来了之后 我们商量出一个好办法再说 小爹 你辛苦一下 看着他 可千万不要让耀华 再跑到墨家去闹了 我们村子所有人 都是靠墨先生吃饭的 这钥匙交给你 不要把它放出来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小爹 小爹 请让我出去好不好 小爹 把门打开 放我出去 我要把佩云带回来 小爹 小爹 我要去找佩云的 小爹 你放我出来 小爹 你放我出来好不好 我去找佩云 小爹 请你放我出来好不好 请你放我出来好不好 我要去找佩云 我把佩云带回来 我把佩云带回来 早上 你们看 和马妙的人 藏在哪里呢 没有看见什么保险箱啊 难道 有什么隐秘的机关吗 你在干什么 好好玩 躲猫猫 跟叔躲猫猫 妈妈 好好玩 好好玩 妈妈 飞 飞机来 飞 不许你在这里装疯卖傻 我打死你 妈妈 打死你 打死你 不要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温院长说过 佩云的病情 可能有好转的迹象 难道她已经好了 只是在装疯卖傻 我找机会 一定要试试她 妖华 我知道 你担心佩云的安危 我又何尝不是呢 不过 目前我已经安排 聪明 经常的莫家去保护她了 你稍安无躁 咱们一定要想个周全的方法 再把佩云救出来吧 是啊 村长他们说的有道理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暂时 先把你带回来 我现在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佩云当时明明昏迷了 她怎么还能跑回莫家 我想 她的潜意识里 应该还是想回家吧 毕竟 莫家才是她的家 可是我担心的是 在莫家谁来照顾她 万一她病又加重了 那怎么办呢 是啊 要话说得对啊 佩云要是再受她伤害 那我这辈子 就更对不起死期的书悬了 我们还是想个好办法吧 把佩云带回来 目前我只能依靠聪明 还会尽出莫家来打听消息了 奇怪 东伯怎么会对董事长原来的太太那么感兴趣啊 不如说真的 她还真是可怜 如果我能听东伯的话 多关心一下董事长原来的太太 搞不好她一高兴 就会答应马上让我见到爸爸 还是我聪明 还是我聪明 奇怪啊 他们两个拿着暖炉干什么 一定有问题 哎 两位美人早上好啊 好什么啊 没看到忙着呢 这么热的天 你们拿着这暖炉 要干什么用啊 没你的事 是太太要的 她的事我们下人哪敢问呢 快点吧 待会晚了又要挨骂了 嗯 奇怪 你听我听 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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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就陪你玩啊 我们今天 玩一个抓蝴蝶的游戏 好不好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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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来 抓蝴蝶 抓蝴蝶 不急不急 等一会儿 去把蝴蝶找回来 到时候再让你抓 好 好 抓蝴蝶 抓蝴蝶 他们要抓蝴蝶 他要这个暖炉干什么 太太 暖炉卡好了 嗯 佩莹 难道 他要用这个来烤他 佩莹 平时 都是你追蝴蝶 今天蝴蝶 变成这个暖炉 来追你了 糟了 我得赶紧想个办法 你不要烤啊 让蝴蝶挺你身上 好不好啊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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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蝴蝶就飞过来了 是火了 是火了 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佩莹 蝴蝶好不好看呢 你 那你干嘛不来抓他呀 来抓他吧 嗯 我爹 你 我爹 你 我爹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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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在干什么 哎 救火啊 刚在我的门口 听到人就要着火了 所以我就进来了 副总 还有哪里有火 我爹飞了 我爹摔倒了 既然你来了 你帮我试试它 爹啊 是真疯呢 还是假疯 副总啊 这疯子还有真的假的 别废话 叫你试就是 把他给我绑起来 啊 不 绑起来 你绑不绑 你不绑的话 就别想在牧师企业呆了 啊 我 我 我绑 嘿 你好啊 对不起了 我也是逼不得已了 哎 哎 哎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 马云 啊 啊 啊 你好大胆呢 董事长 这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给我滚 滚 走吧 你 你看到我 那你 是你 你 走 你 想不到 你 要是你 爱情怀疑 说无缘也好 肃无本也罢 这段情意间皆迷路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是分手的时候 回合天坐落爱情的旅途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要归零到当初 再会永远的情人 再会 早知道无缘何必愿相逢 晚日期永远留在我的心怀 说无缘也好 肃无本也罢 这段情意间皆迷路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是分手的时刻 回合天 坐落爱情的旅途 过了今夜的以后 就要归零到当初 再会 无缘的情人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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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